大家好,欢迎收看五家财经 以下资讯由五仔个人理财顾问Ivansir提供 如有任何理财和退休的问题 都可以在留言区直接联络Ivansir Hello 各位李宾老板做退休的五仔听众读者 大家好,又是我Ivan 很多朋友问我,施政报告之后 每个人都可以借七成 又不用限扣,限什么 即时一手是长,很热闹 应不应该抽新楼呢? 首先我利益申报 我是有去抽新楼的 但是我没有抽成哥这个Bullclothes 但是很多内地人 蜂蕴而自走来买新楼 连我身边也有个内地朋友 我稍后和他做个访问 他也有去抽新楼 他的儿子也走去买 为什么看这么好呢? 诚哥,买东西给你,你也敢截火? 诚哥说的 房子是拿来住的 不是拿来炒的 自己量力而为 他现在最新的Bullclothes 卖了7成半 还卖不完 死火了 上次还说要加价3-8% 最后走到现在又加推价单 加了2% 是不是缩沙呢? 是不是不敢卖这么多呢? 是不是觉得市场上一面看好 慢慢卖又有排卖呢? 今集想和大家研究分析一下 究竟香港的楼市去向怎样呢? 你知道了,现在新地又卖 每个人都抢先开门 是不是? 想着下半年 也没有下半年,只剩下几个月 现在不卖 还什么时候卖呢? 但是现在的二手 也好像有点起色 十大屋苑 刚刚这个礼拜六天 自从施政报告之后 创了五个礼拜的成交新高 立即按周急升50% 似乎很多成交有14宗 是不是楼市建立? 是不是应该要入市呢? 今集想和大家研究分析一下 未说之前,希望大家按赞 订阅和分享 吴仔的频道 支持小弟创作 2,000个收息的理由 和3,4,0,1,10 很多投资理财 退休秘级 多谢大家 好了,你申报一下 我就去抽这个天晒天 喂,Ivan Sir 你是不是说自住房子不买房子的吗? 喂,不是我买的 哎,我老婆寒着我去买 不是,真的 你分一次啊 你出街睡,你出街睡 你再不买房子 哎,说笑而已 真的又不用出街睡的 但是呢 真的很多人出去抽 用尽了那些价格 什么东西 喂,当然了 万人空巷 这个呢 就是Blue Coast 在星期六那天 哇,很多人 排队 排出去外面走廊 那些 那些报道说得这么夸张 说得排到屠瓜红 哈哈哈 但是呢 喂,真的呢 这次呢 你想想 它是比之前便宜的 就是那些什么 迅环 迅环 2万9 3万多元 阳海 这些都是3万多元 海盈山也要2万7元 那这次 喂,它卖到2万元左右 啊,立刻吸引了很多啊 哇,之前那些 第一期那些 2万2元左右 喂,它都觉得 喂,现在便宜了 起码都算是便宜了 是不是 那这次呢 哇,在施政部部前 立刻 就是蜂蕊而至 走去推这个价单 平均都要 2万2千元左右 OK啦 那叫做便宜 哈哈哈 是不是便宜那边呢 算是挺便宜的 相对那边呢 但是之前 每个都包装到豪宅 你不买 哈哈哈 很多人买 你放心吧 怎会没人买呢 这次 这个盘呢 是由 长实和港铁 一起合作起的 他要付2.5元 的收入 给港铁的 他卖7.5元 摆明是蝕着买的了 没办法了 那时候各位买这个地段 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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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诚哥虽然虽然买给你 你怕不怕 我就害怕 所以我不敢抽这个了 这个黄竹坑站 叫做地铁上盖 首轮256元 每个人想着一定会卖得完 卖了190个货道 占七成半左右 120天的支付计划 最高便宜14% 折扣,最便宜也要900多万 我个朋友买了1100万 转头问一问究竟什么情况 平均赤价也要21761万 平均而已,有贵有便宜的 最便宜的 18,998元 即是19,998元 24,000元不等 今次我看到他超额30倍 我知道出事了 人家超额超额超过百倍 天晒天140倍 这个只有30倍超额 收票收了8000票 最后一个小时 套现了10亿,很厉害 赵克洪说,很多内地客人 抢先来买 有一个用了7800万 是不是我朋友自己 多买多少货? 不知道 买了4货 很多人都大手买 所以不要开玩笑 连中原地产 陈永杰就说 头头那段段 暂时有15组客买2货以上 有4组客 有几组客只买4货 真是很大手买 直至昨天下午4点 都是卖了7成半 我看到一些新闻 就算到9点多 都是卖了7成半 似乎 还有 有多少货呢? 卖不完 没办法 真的 吐厌28亿 算不太差 现在刚刚施政报告出台 放松一下 大家可以借7成 还不扑着他抢 不是 有4成都在内地客 那 祥实说 楼市见底了 不是这样的声 楼市见底了 楼换楼的链就加速 大家可以说 诚哥说 他们的员工还说 还有3-5%的提价空间 说到这样 是不是真的告诉你 你现在不买 是不是 趁手 不然就没得买了 是不是 是不是苏州国后 没有船舶 我又不是这样看 报纸就访问了其中一个买家 孙小姐 她说 今次买了一房 两房的单位 作投资用途 她说价钱不方便 透露 不知道什么 两房不是9百多元 1千1百万 都是这些位 她说是属合理水平 当然是合理 钱买得这么贵 30万元 是不是 算便宜了一点 对不对 她说 今次觉得楼盘很棒 在地理优势上 地理优势 她对新政策出台 那些市政部 她说是没有看的 但是她说 美国减息对中央的组合权 她说是很有信心 说到有足够的 所以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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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盘子会一清 箱箱一清 不好意思 她说 卖不完 始终 我都说 你减息都没有完全减息 是什么 至少我觉得要减息一半 到一厘 下年才有机会回到疫情前 那个减息环境 就是 那个比较好一点的 息口环境 否则 这么高息 你说借好七成而已 喂 不用工吗 是不是 逛逛逛 你都拿三四万 每个月去工 不是每个都拿得出来 很多中产都真的 现在 不是二万 都要想一下 这一刻 当然是炒股 这么好炒 所以 真的要想清想错 何况之前几个月做了定期 是否真的拿到两三成的现金出来 不容易 这一刻 我也很肯定 跟大家说 喂 租金 确实现在都真的不便宜 投资这个盘 他说内地有占四成 租金回报有四厘 那么夸张 听闻到五十二元尺 附近有几个盘 他这个盘便宜一点 会否真的租到五十二元尺 我真的有点质疑 其他那些 对 这些全部都是港铁的 加利 路径 平保 但是 人家真的买回来很贵 真的 这个盘 买回来便宜一点 是不是真的租到五十二元尺 我都非常好奇 因为你说附近 那么多公认 难道没有选择什么 大把选择吧 最近 很多人说 例如 阿士典站 隔一两个站 是不是 那里 便宜很多 是不是 都很多选择 所以地铁站上去 真的 我觉得 都不一定要 买这个 黄竹坑的 何况 现在九龙站 阿士典站 附近 那么多 什么银主盘 那些都劈住 来买 那头 以前 是豪宅 现在是豪宅 也是 但是 现在很多人都劈住 来买 连黄帝屋 都封盘 是不是真的看好呢 可能 有些人真的看好二手市场 有机会有点点起色 但是 你也要想一下 一手盘 现在比较 我选择一手盘 对不对 一手盘 真的要卖到再加价 加回 我想半年 至少加到一成以上 二手盘 才有机会有点回升 是不是 不要紧 最近 那些二手盘 都成交多了很多 都叫做有点起色 尽管给大家看看 中原地产 十大屋苑指数 星期六日 都有不少成家有 14宗 按周说升高55% 最厉害就是 嘉湖山中有 5宗成家 平均 8190元 听闻 有一房 有一个是6千多元 290多万 都可以买到 两房 真的 两房不是梦 200万 真的成交很长旺 似乎有点起色 是不是 很多屋苑 都不少成交 一手楼 不是太差的 你看到 一手楼 这几天成交 天晒天 215宗 OK Blue Coast 刚刚说了 也有190宗的成交 柏维森也有5宗 麻烦点 柏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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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领先指数 我只觉得 上次 你看到市 自从2月1日切辣 之后 2月3月 3月 切辣 突然间 涨了2-3个月 又再急 跌下来 但是那次 切辣的招数 也算是不错 虽然还未减息 叫做松绑一堆人去 沽货 甚至短炒都赚钱 那时竟然有摩货 荃维森 今次 似乎 政府 算不算叫切 松绑 不算 弹得很多 虽然弹了两个星期 刚刚上个星期 这个指数都完全反映了 但是似乎 都不算特别 很大的成交 那种 中元领先指数 公布也是升0.15% 似乎 新界西 似乎最大 升到1.38% 我想这些是减息 影响了这几个月 这一个月左右 但是其他那些 还未特别 有很大的起息 新界东 仍然要跌 没办法 市场上 都是比较观望 尤其是二手楼 我想真的 有些 业主也不想这么硬 看到有起息 有些买家也觉得 是时候了 差不多了 那就真的 入场了 一定是这样 那些拍卫心 元朗上拍 开了价单之后 似乎大家都觉得 有机会有些起息 看到便宜的 便宜 也不出奇 所以整体来说 气氛是好 看到有很多人 却去买楼 但是A准多个人 A准多 不要开玩笑 人有的 我看到 我自己观察到 六成都是罗地亚客 都是窄普通话 是这样的 现在那些 全部都是说普通话 是什么 现场都废话 播放那些什么 广东话的影片 难得播 何况呢 政府又放宽了 移民 五千万以上的物业 都可以拿来做投资移民 即是拿五千万 都可以 而且不知二千万 都可以投资其他东西 七千万的代价 就来到香港了 总会有些内地 很有钱的 你们肚子 立刻来扑住 买 我听闻的 Boo Class 很棒 善哥 善哥 善哥有信心 立刻来买 哈哈 似乎 每个人都喜欢新的 天晒天 第一次 840倍 200多伙全部卖了 第二轮价单 都卖了 哇 很厉害 那百多伙都卖了 开始就释手了 不要说新地不释货 最少都加了一成 是不是 那次 最近的价单 都加了几个百分比 当然 趁好事势 不释货 是不是 人家新地都蝕着卖 起码都要蝕两三成 买福地回来 一万三千元 那你还有建筑成本 其他东西呢 两万二都 我估计都是成本价 而之前买两万 一定要蝕钱 这些人就说 最少要蝕两成 我觉得没那么夸张 可能蝕一成 但是 蝕住卖 为什么呢 现在货如轮转 你 吐点烟 现在外面有很多地 你出去可以抽 是不是 每个发展商 两千多元都不肯投 大家知道 有很多便宜货 那宁愿货如轮转 先收钱 那些人说 哎呀 那些发展商看好了 立即不释受了 那看看你拿钱回来 投资什么其他好东西 是不是 大把东西 对不对 大把好的东西 更加可以做 那为什么不肯投资 做生意 最重要是货如轮转 不是说他们真的想 释秀这么简单 喂 现在还利息这么高 我当然是先还利息 不要开玩笑 对不对 所以你说 拿大钱去买房子 我说不肯投资 对 不过我 只要只要含着我 喂 有好东西 收一下租好吗 他觉得好就好了 哈哈哈哈 不是我真的要出街睡 真的 你出街睡 你出街睡 真可憐 哎呀 其他那些KOL 就说 哇 现在这个时势 天晒天 肯定 诚哥 走去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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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别人都废话跟你 跟新地仔斗战场 哈哈哈哈 看好些先 喂 似乎很多人喜欢吓得 有街有市 等你买到 咦咦咦咦 买到2万2 2万3 可能最后买到2万4 那时候 诚哥就立刻说 我批两成 买2万 又有人蜂蜂而至 喂 通常都是这招的 诚哥放货给你 那么胆子买呢 真的想想了 还好很多 接下来有7千多个单位 在启德那里要开售 每个都扔着买 刚刚 这个Double Close 也有价单 是不是 接下来也要开卖了 最小也有265呎 这么小 真的不知道 喂 这个Double Close 看着这个 乙童医院 哇 正啊 喂 叫Double Close 不是两边都看到 向南边这边 都是扭境的 没办法 你想想 现在Double Close 都是扭境的 整个L字形 那些 向西那边 是看到那些 水塘 什么 游艇会 那些 那些 那些全是小 大单位 小单位 都是扭境 所以 以为豪差地段 都是扭境 所以 想清想草 这些 大把 这些 一房 开房式 住这么远 开房式 我觉得 好像 有些 不是很匹配 总要有人抽 大把 人不买 你放心 就来出价 即管 看不看 究竟什么情况 因为 天晒天 都卖光了 现在加退到98伙 都要入场费到 百多万 相对 我想这些 都要卖到两万多 两万多 不要开玩笑 是不是 沽得完 卖得完 真的要 有些 期望 施政报告 是帮助了不少 大家看看 究竟 现在的情况 施政报告 吸引了 五千万 人来投资 一大堆 你到底是否会买这堆 MiamiClaw 成哥 Victoria Bossom 不知道 起码一定不会买 华某 如月亚 一定是买豪宅大单位 整体现在 很多人下来买 五千万 到一亿的 有来百分之百 都是内地拼 似乎 五千万 massa 很多人来投资 差不多十年 都没有什么投资 今年到現在也有579宗 所以豪宅市場迎臨黃金機遇 見到美聯就立刻推出這些 叫大家下來買樓,很棒 李家超也說是來買樓 正所謂的劏房戶是我們的未來 他的意思是 住在劏房戶的將來也有機會 所以將來的市場也要看看 有多少成員來買家 Anyway 希望大家終於有今天的分享 我始終覺得樓市應該 應該也有一點支持 租金也有4厘多回報 確實一宗客人租得這麼貴 不如買就算吧 如果利息一直跌下去 可能真的不用供到4厘 3厘多都可以 確實有機會 買是比租金便宜 我覺得 現在的發展商也是沒有的 你再加一加加2,3% 再加的話 真的賣不完 所以我覺得 這一批消化了 你再這樣升下去 轉頭也有機會跌下去 不止的 但是你說會不會再有一個新低 我未必這麼看 我覺得今年也是橫行的 希望大家終於有今天的分享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更多不同的理財 收視一下 下次再見 拜拜 你到時是不是每個月都還在花7萬8萬呢 不是很慘 他貶值的錢 是啊 一邊撕撕撕撕 撕光 那你不可以說 我不養家人 或者我不照顧 那些狗 那些子女 我經常都說 你如果有一個錢 你定期要花的 那你拿一塊錢出來 生一個錢 他定期派給他就可以了 是 為什麼那些有錢人經常養老母 用基金 是不是 養兒子 讀書全部用基金 他本身的概念就是這樣的 是 那你一定要存錢 然後顏色不斷滾 還有你一定要把顏色 一斷去存錢 你有錢人的想法是和窮人不同 很多人現在放在銀行 他根本上很多時候 放了一塊錢 你就看多少故事 以前六十年代 我存了一千元 現在是什麼 是不是 還有我明白 最近很多人都很短線 在想 喂 我放一些五厘 五厘多的那些 我們經常說 借錢去做 借錢去做定期 喂 你一個月還八萬十萬 你是不是真的 有這樣的能力 或者有這樣的收入 你才做到 你沒有這樣的能力 是做不到的 不懂得玩 你的利息是一年後 才會給你的 所以我說 有些人根本上 其實你想投資而已 你有沒有搞到 我說他很厲害 有時候他都很好 挺好眼光 但是我都跟他說 我說 你這麼刺激 我不刺激 我每個月 但是我賺的錢 那個錢生錢 一定是多過你 或者我一定多過你 因為你有輸 是 我說我沒得輸 是 我是 派那個利息回來 我是有錢賺 是 是 你這個時間 放在那裡 就有鬼 還有我發現最多最多 真的 是哪一類呢 就是那些中等收入 就是 我很難說 是不是叫中產 一定不是中產的 你說中產收入 可能 香港平均數 兩萬 OK 不是兩萬就是三萬 通常都是這些人 但是這一類 可能他儲蓄 儲蓄了幾十萬 至一百萬不等 高不成低不就 例如香港 你想買車位 又不夠 現在香港的車位 每個都百多萬的 是不是 你說買一層樓 你首期 你給一兩成 兩三成 你都說過百萬的 基本上你真的買不到 你還要供 還要供三十年 你的收入 你沒有 三四萬 你走不掉 所以你壓力七四又過不了 息又加 變成這類人 又是很難退休 我發現很多人都是問問我 是不是應該要 每個月少少錢 或者真的要儲一些錢去 買一些基金 去收息 或者做一些儲蓄 是的 其實這些都是五年 十年 不不不 這樣說 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 你看過他怎麼擺好一點 我覺得Ivan Sir 他是老實的 因為我懂得 我把信心給你的時候 好笑的 我一次問他 其實我的資產 如果擺這些位置 某一些位置 要擺多少 其實你八成我也照擺八成 然後他跟我說 二十個百分之可以 就是他跟你分配好 你的錢應該哪些拿來擺哪些東西 那些 你自己找sir談 真的不知道怎樣 我自己也有少少做定期 但是我自己真的不會擺太多 因為我覺得 我不知道你能否感覺到 有個 cash 有個現金樓都很重要 是的 沒錯 你有選擇 選擇才是做老闆 所以 零九一洞最多就是那些 可能中低收入 又沒有什麼儲蓄 這些可能十年之內要退休 更加一定是要快些 整百的 是的 我們今天也差不多 我知道很多網友想找你 所以下面已經留下了你的聯絡 也有他的作品的連結 你們可以訂購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我們再談多一條 下次好嗎 拜拜 有請 我們下次再談 我們下次再談 寂寞 我們下次再談